年底到了,你是否开始蠢蠢欲动打算跳槽了俗话说,男怕进错行,女怕嫁错郎。 当然现在这个男女平等的时代,是谁都怕进错行的。 进对了行业就是前途无量,秒变高富帅简单举个例子, 当初因为找不到好工作,进不了好单位,却跟着马云创业的那批人, 现在哪个不实身价上亿的? 现在没有背景没有资金的年轻人要如何实现自己财富上的暴增呢? 请瞄准未来中国行业的发展趋势来选择我们的工作, 然后跟着行业开拓者去实现自己的财富路易人工智能。 近几年人工智能一直被比作互联网时代后将跨入的另一时代, 2017年更是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一年就像李彦宏在北京五环测室的无人驾驶, 阿尔法狗把其胜打哭了,还有第一个合法公民身份的机器人索菲亚。 这些都预示了人工智能将是未来的一大机遇索菲亚。 二新零售看下刘强东基及进军生鲜市场, 还有马云的河马生鲜,永辉超市的超级物种。 2017年传统的零售方式被不断地冲击新零售的岗位也第一次出现在了招聘网站上。 年薪更是突破百万三老年人市场时代在变, 人的平均寿命也一直在增加。 中国人口预测,中国将成为一个超级人口老龄化国家。 老年人市场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骑士高级技工。 由于现在大学很难培养出专业性很强的技师型人才, 201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4, 直出,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 现在的高级技师直称人才年薪大几十万的很正常。 年薪百万的也不少五金融分析师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史不难发现, 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出现金融市场极度活跃现象。 我认为出现这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以国家发展, 国民生活水平提高, 手里的闲钱也提升不少, 闲钱多了投资也就多了。 二,经济水平也国家实力的体现。 我认为当前我国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 金融市场将极度活跃。 同时改革开放时间较短, 金融人才也是极度稀缺。 努力混上这类人才, 年薪百万是正常。 最后我想说的是, 职业选对了, 剩下的就是坚持与积累。 剩下的就是坚持与积累。